亚太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7月8号星期六 我是韩清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财长耶伦会晤中国总理李强 美中关系的彩虹出现了吗 中国经济多云转阴 蚂蚁金服被罚拒款后 转入常态化监管 本台推出特别报道 纪念709大抓捕事件八周年 中国网信办拟定新规 禁止公众匿名发帖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本周五正在北京访问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 李强有关风雨过后 定见彩虹的比喻 引发舆论热议 那么美中关系的彩虹出现了吗 请听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7月7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在会上强调 他希望美中间能透过公平的规则 良性竞争 李强则表示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他还表示 耶伦到访时 北京的天空出现了彩虹 这预示着美中关系历经风雨后 也有希望看到彩虹重回正轨 在李强与耶伦会面的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在江苏与南京视察 习近平在视察时强调 中国应该注重关键技术研发 自立自强 对此 美国阿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王维正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显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完全竞争状态 竞争的局面会越来越加强 那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美国的话是希望说 中国能够同意这个华府定义的 所谓的竞争的关系 那最主要的话是要定义一些规则 这些规则的话是符合法治 还有符合这个国际组织 规范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像中国的话 它有很多非市场的这个障碍 这些非市场障碍 它完全是取决于国家 这个state actor 它非常的那个随性 没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讲 是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 反而是给这个中国的公司一些优势 美国是希望说 我们做一套 然后讲也是同一套 可是中国的话是不讲 但是它同样在做 美国上托马斯大学 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 系主任叶耀元也认为 尽管耶伦此行出访 希望向北京传递友善信号 但是此行并不会改变 美中竞争的方向 他们谈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们出一个实质的结果 也就是拜登政府现在的态度 其实在竞争这上面 他并没有放弃 但是同时间 他当然也是认为 能合作的地方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不过这个前提是 中国必须要跟美国 一起配合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觉得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 双边的竞争还是远大于合作 而且甚至是能合作的部分 也会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 路透社周五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在近期已经在香港展开了 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会计审查 王维正表示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选择在此时审查 中国企业的会计资料 将会加重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自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后 这一互联网领域的民间龙头企业 一直受到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整顿 本周五 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 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 罚款71亿元人民币 并转入常态化监管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 也再次蒙上阴影 请听记者金伟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7日晚间发布公告 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 被处罚款高达71.23亿元人民币 该金额低于早前外界预期 路透社指出 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结束了 对这家龙头金融科技公司 长达数年的监管整顿 相关罚款主要针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 过往年度在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 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 从事支付结算业务 履行反洗钱业务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等方面 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 蚂蚁集团还被勒令关停相互保业务 并依法补偿消费者利益 疫情三年至今 中国经济并未如其迅速反弹 相反 伴随制造业指数下滑 消费疲软和失业率上升 中国当局此次针对蚂蚁集团的高调处罚 凸显民营企业的处境正在持续恶化 证监会公告还表示 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工作重点 从推动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集中整改 转入常态化监管 蚂蚁集团随后在声明中回应说 蚂蚁集团对行政处罚决定书 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并将进一步夯实合规治理水平 旅美经济学者秦鹏认为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此次天价 处罚蚂蚁集团具有标志意义 而当局打压民营企业的政策仍在持续 选得了这个一轮来放华的这个时间来来罚款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国际市场释放一个信号 因为蚂蚁的话是互联网企业 中国的民营企业一个代表 所以他要释放说 以后的话可能需要 就相对来讲放松了吧 我觉得他需要释放这样的信号 借此去吸引外资 他分析说 人质大于法治的中国市场环境 如果不改变 仅靠释放宽松信号 很难挽回外国资本的信心 从事金融工作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胡利润告诉本台 蚂蚁集团遭打压是因为参与金融服务 动了中国政府的蛋糕 他说 经济还是次要的 主要就是它变成了巨无霸以后 它对政府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 它越大的越有钱 它越是有话语权 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些官员都为了它 甚至可以为了它这个企业 政府为它制定某些相关的政策 自从20年蚂蚁上市受阻后 创始人马云就放弃了对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退去幕后 据悉 马云近期在东京大学任教 还表示有更多时间待在中国 胡利润分析说 中国民营经济已死 而像蚂蚁集团这种大体量的私营企业 最终只会走上公司合营的老路 路透社报导指出 此次针对蚂蚁集团的罚款是中国有史以来 对互联网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之一 将有助于该公司获得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从而重启上市计划 但对更广泛的科技行业而言 这笔罚款也标志着中国当局对私营企业的残酷镇压 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后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从2015年7月9号起 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了将近300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等 然而八年过去了 这些已经获释的律师却面对更大力度的逼迁边控等压迫 更有律师二次入狱甚至面临更长的刑期 对于他们和一直被株连的家人而言 709的八年抗战至今仍被告终 本台记者李希制作了两集专题 以下先请听上集 由709人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璋 诉说他们八年来的经历 请听记者李希的报道 709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被蓝额打断 就是整个我的事业被摧毁了 我说八周年大家都说 大家都回家都各自抱孩子去了 谁管那么多 他非要逼迁 他口口声声地说希望法治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律师是真的去引领法治 去追求法治 在法治快要接近的时候 他害怕了 709并没有在我们的 我的丈夫回到家中而接触 走了也不让走 709打抓捕过去八年了 然而对于被捕律师 和一直在抗争的家属而言 709事件却仍然像梦魇一样 一直缠绕着他们 李和平仍然记得 15年7月10号当天 当时手机上已经不断传来 同行被带走的消息 他一到律所楼下 就被一群国宝 便移包围 再把他押回家中收查 当时他还以为这次被带走 和以往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他没有想到 这一波大抓捕 千年将近300人 涵盖律师 维权人士 访民 基督徒 甚至家属 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 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他不断被蒙头转移地点 这也是不少709被捕者的 共同经历 而他们一样 经历酷刑 被折磨成 活死人 被捕一年半以后 李和平被天津市检察院 控以颠覆国家证权罪 无论他表示 当时负责办案的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冤案 真正主导的是 709专案组 而整个闭门 庭审的过程 都被要求 严格按照剧本进行 而另一位被捕的 709律师王全璋 却拒绝配合演出 这一场709大戏 他们在这种案件 最在乎什么 他们追求所谓的100分 完美的判决 有几个要件 比如说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 谈家庞庆 辩护律师 充分辩护 当事人认罪 扶法不上阻 然后在电视上表态 他们就要追求这个效果 但是我根本就 不会给他 做这样的配合 天津市二中院 违反规定 一再延喉他的案件审讯 使他成为709案 最后一人 他一直到20年4月5号 才出狱 失去自由将近5年 而他的律师执照 也被吊销 709这个事情 发生了以后 我被蓝牙打断 就是整个我的事业 被摧毁了 我过去的经验 全部被作废 而从今年4月开始 当局大幅度提升 对他们的打压力度 短短两个月 王全璋一家 就搬了13次家 被问到 是否想离开中国 王全璋的回答 是肯定的 不过夫妻二人 尝试申请护照 都一直被拒绝 同样被逼牵的 李和平一家 虽然成功办理护照 却在机场被拦截 被调整 被监视 被逼牵 被鞭控 而宇文生律师 更是二次被捕 而许志勇和丁家喜 两位人权律师 早前都因为 厦门聚会案 分别被重判 14年和12年 比709案的 最高刑罚更重 而对李和平而言 709事件 成为了中国法治 倒退的开端 经济监视成功 我认为就是说是 709案件的 很大的社会危害 不过李和平 怒然坚信 一个国家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法治不可或缺 他引用 已故中国律师泰斗 张思姿的一句话 人权才是一个 国家最大的面子 自由热视台的记者 和旅希报导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7月7号发布了 名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文件 表示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当加强对网络社区板块 网络群组的管理 禁止创建以匿名投稿 隔空喊话等名义 发布导向不良等内容的话题板块 和群组账号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曾担任新浪微博内容审核员 现居美国的刘立庞表示 这份文件存在着定义模糊的问题 它没有非常明确的 去说出来具体的操作 你像是之前的那些 就如何审核评论的 它会有非常细节的这种 包括它创造出来这些词 怎么去定义 在网信办的 哪怕是草米的那些法规里面 都会有说明 这个就比较模糊 目前中国知名问答网站 知乎已在7月7日当天宣布 将下线匿名功能 在知乎发布的通知中 表示为保障社区内的良性讨论 知乎已在最新版APP中 完成匿名功能下线的开发 预计在7月14日 上架各大应用商店 而知乎的匿名功能 也会在新旧版本的APP端 和电脑端正式下线 记者已向知乎发送邮件 试图询问知乎下线一事 是否与中国网信办推出的文件有关 但截止到记者发稿时 邮件稍微得到回应 刘立鹏表示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 并不能防止网报 而是会助长网报 他说 中国网信办发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表示 该规定所说的网络暴力信息 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集中发布的 侮辱谩骂 造谣诽谤 侵犯隐私 以及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道德绑架 贬低歧视 恶意揣测 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一名出于安全考虑 未透露姓名 接受本台采访的知乎用户表示 在他看来 下线了知乎的匿名功能 会令他更加不敢说话 之前还能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现象 匿名说几句阴阳怪气的话 现在不让人匿名了 只能让人更不敢了 因为害怕被人更容易查到 现在估计知乎的用户也会流失一批 刘立鹏表示 实际上在中国 所有人在后台都是多重实名的 他告诉记者 就比方说IP地址的实名 很早就有了 尤其是这五六年内 他们逐渐完成了手机实名 这种电信实名制 所以我们看到 最后他们一关 也就是要求所有的社交网络 必须得通过手机号验证 才能够使用 他就完成了这种多重的一个实名 他也认为 中国网民的隐私泄露问题非常严重 而这样的后果是 很容易造成网民互相网报 尤其是我知道你是谁的话 那我更会倾向于网报 举报给你单位 根据中国网信办发布的通知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截止日期 被定在了今年8月6号 记者也已向中国网信办发送邮件 试图询问关于这一意见 征求稿的更多详情 但截止到发稿时没有得到回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中国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四个省份高考考生众多 一流大学名额竞争激烈 近日有网友虚拟了一家 面向四省的综合性大学 却在网络上引发激变 相关讨论贴文随即遭当局封杀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圣 曾在该省一所大学年研究生的孙富贵 对于山东和临近省份 教育资源竞争激烈 体会深切 几个省份人口也确实多 招生从百分比来说肯定是低的 北京一个普通孩子 我可能进个211 在山东河南一个普通孩子 可能只能进个普通本科 孙富贵认为 与山东等省份相比 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学生 迎在起跑线 像北京啊上海这种 私自力量强大 各种配套硕士完善 你在其他地方 不管是高中还是初中 配套上 私自和各种硬件 差距是巨大的 我的意思 在高考之前 我们那些基础教育和初级教育 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的均等 近日一些有类似看法的中国网友 在网上虚拟了一家 面对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的综合性大学 山河大学 校指选在四省交界之处 网友还发挥创意 设计出山河大学的官网 招生简章 校训校徽等 声称要在一年内超过清华和北大等名校 有关建议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其他网友发现 涉及山河大学的微博 知乎话题遭到封锁 网友建立的群组也被强制解散 与此同时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言 7月6日在记者会上回应说 关注到山河大学的问题 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 也支持中西部地区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规模 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 中国各省市教育资源分配部均 固然有历史因素 但主要是制度所造成 网友的建议是出于善意 吴作来说 当局本应聆听同学的建议 并做出相应的承诺改革 现在却反其道而行 吴作来警告说 当局的态度只会加深同学的不满和愤怒 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血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日网络流传一则有关北京马居桥林工市场 降薪的消息引起热议 本台就此查询当地劳务中介披露 目前不要说工人找不到工作 劳务市场更处于饱和状态 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经济观察报在马居桥采访一名临时工李中 凌晨4点20分 才刚结束12个小时的快递装卸工作 立刻又来到马居桥商业街旁的银行门口 希望能提前寻到新一天的工作机会 李中发现今年工价经历了一步步下滑 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 以快递装卸灵活为例 近半个月晚班 也就是12个小时的工价只有170元 仅仅一年前日常工价还在200元以上 李中说相比一行其间 现在找活的人太多了 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找不到活 而且每天如此 所以中介们有恃无恐地报低价 本台致电位于马居处的一处人力资源公司 了解目前零工市场的行情 文章里提到马居桥劳劳务市场 45岁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线 劳务中介据此把零工们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领域 本台进一步询问劳务中介 如果是35岁男性求职 是不是能获得工作机会 劳务中介停了几秒 抛出了一个对零食工来说难得的长期工作机会 当农民工仍在为饭碗挣扎时 近期中国官媒却热衷于宣传西方国家生活困难 新华社说 七分之一英国人吃不饱 美国有25%的成年人饿肚子 澳大利亚加拿大也不能幸免 资深评论人士郑旭光在本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中指出 中国的官媒尤其是新华社 是从宣传部网信办统一安排宣传活动 告则是经过挑选自争聚拙 他认为这是官媒在打预防针 连英国那样的国家都有七分之一的人吃不上饭 如果周遭有人因为营养不良饿死 人们心里马上有了缓冲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节目中指出 当年中共搞人民公社推大跃进 接着就三年大饥荒饿死人 当时媒体的宣传是这样形容 大风收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食物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 猪养到比牛还要大 在就业、出口、消费都预阵乏力之际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六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 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关键期 要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 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去年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中国政部级官员傅政华 其位于北京的天潭公馆一号楼房产 本周四被挂牌拍卖 该豪宅起拍价近2000万元人民币 比起市场价格要低600万元 但无人投标 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此次拍卖的是傅政华其中一套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的天潭公馆一号楼一单位 602室、四十两厅总面积达236.07平方米 起拍价为1967.38万元 北京多个房地产中介对该房产给出的市场预估价均在2500万元以上 7月6日 红星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出获悉 该房产的原主人系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 一名房产中介在6日下午告诉记者 目前该房源为官者较多 但第一天还没有人报名近拍 北京一房产中介宋先生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傅政华的房子没有人敢买也不敢住 傅政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公安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 他还出任中央防范和处置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副组长兼610办公室主任 参与了镇压法轮功学员 2020年5月起 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2021年10月 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收调查 次年9月被指控收贿1.17亿元 并由长春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对本台说 目前房地产市场疲弱 很多人都在将价卖房而不是买房 有这么多钱的冷支部上都是不大干净的冷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房地产不景气 对于傅政华被判失缓 这个他被社会罪 巡视万法罪 滥用职权罪 三罪并罚盘 傅政华的房子最后还是会派出去的 北京业内人士孙先生认为 买家不敢接盘傅政华 距离天安门广场仅数公里的豪宅 主要还是担心数大招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组合消息 中国海关总署 近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人7号表示 为防范受到放射性污染的 日本食品述滑 保护中国消费者进口食品安全 中国海关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 10个限度食品 海关总署还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近日就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 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 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 各方专家的意见 有关结论 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 日方在排海的正当性 净化装置的可靠性 监测方案的完善性等方面 还存在诸多问题 组合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所罗门群岛总理 索加瓦雷将于7月9号至15号 访问中国 并赴江苏广东参观访问 美联社的报道认为 这凸显了美中在南太平洋地区 竞争影响力的加剧 组合消息 美国华尔街投行高盛 近日下调中国一些标杆股份制银行 和国有大银行的评级 引发市场悲观情绪 虽然高盛事后澄清 并非畅控银行股 但中国官媒 证券时报7号仍发文 误读中资银行基本面不可取 点名批评高盛 听众朋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韩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